可不是吗 他反正有时候还就像个八婆一样 有一次然后我朋友的爷爷去世了嘛 然后没几天我们在一块聚餐 我就带他一起去的 我就临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声 就说我朋友爷爷就刚去世 你最好到那儿有说话注意点 到那儿他可倒好 挨个儿跟我朋友们偷偷地说 我朋友爷爷去世了 你一会儿就注意着点 对啊 那你就是得这样 那你光告诉我不行啊 那朋友聚会那么开心的地方 到时候人家伤心怎么办 你得把每个人都嘱咐到了 然后这样才能不让你朋友伤心啊 而且我也没当着你朋友面说 我不是背着他 偷偷把每个人拉出去那么说的吗 这个事情人家本来也许就不知道这个事情 你非要搞得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一样 这个事儿 哎呀 你知道他为什么单单嘱咐你吗 就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希望我 就是让他朋友别那么伤心 他就盼你说出去 我现在就感觉还不如当时就出来的时候 就不要跟他说这个事了 这以后你把自己的嘴关起 这就算啥可爱啥可爱的 这事儿不大呀 还有吗 后来他又 还有后来 后来他又影响我亲戚之间的关系 我表哥之前跟他女朋友都已经订婚了 然后我和他出去吃饭的时候碰着我表哥的女朋友和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就从外面吃饭 然后他可坐不住了 他就非得把 不是 你这个事儿怎么能叫我破坏你跟你亲戚关系呢 我这就要促进你跟你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啊 不是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我们俩七夕节的时候 我俩出去吃饭 七夕 七夕是个什么节 就是中国情人节 没有 这叫七巧节 牛郎之女相会的日子 牛郎之女不是年就见一回吗 你也希望你一年就见他一回是吧 不是 然后我们俩就出去吃饭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天我们在那个饭店 看见他表哥那个未婚妻 跟另一个男的在那说说笑笑的在那吃饭 这没什么呀 这怎么没什么 关键是后来我跟他表哥他们说了 他表哥还不知道这事啊 你对于很多人来说 那我约颜老师去吃个饭 恰恰感到了七夕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七夕不是个节 二月十四对我来说也不是个节 没什么呀 同时之间吃个饭怎么了 那关键是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觉得很特殊 没什么你觉得特殊 我没觉得特殊啊 但是大家都觉得很特殊 可能老师你不过年轻人的那个 对对对 这句话我同意 这聊天 对对对聊得下去 聊得下去 确实我们有代沟 主要是你说在七夕节 跟别的男的说说笑笑的吃饭 然后还男朋友还不知道这个事 那我肯定得告诉他们 要不然马上都结婚了 那让你表哥蒙在鼓里结婚吗 那你表哥多可怜呀 不是 他表哥怎么就可怜了 那他表哥就是被绿了 说了 管跟我表哥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情有可原 但是就他现在已经搞得我全家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多多人都感觉我表哥女朋友出轨了 那你现在即使两个人没什么事情 你也搞得人家不好再在一起了 脚后黄了 嗯 半一要是个误会呢 姑娘 不是呢 后来就证明了不是误会 因为要是误会 我就算说了人家俩也不会分手呀 对不对 这真指不定就是个五 我跟你说 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过那个节的 因为你们年轻人过节 你们讨个极力的口彩行不行啊 牛郎之女一年就会一次 你们想长长久久就每年只见一宿是吗 傻不傻的 这真给人拆了 不是我给人拆了 是后来他表哥跟他女朋友 他们两个人去吵去问了 然后后来两个人 这可不是心有芥蒂了吗 关键这个事他女朋友办得也不对啊 在这个日子跟别人吃饭 事实是什么呀 关键他表哥去问了嘛 那后来呢肯定是有事啊 你也不知道他表哥是怎么问的 我在信任一个人 和我怀疑一个人的时候 问法完全是不一样的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 我要是没看见也就算了 我要是看见的话 我肯定得说 要不然的话 我总不能让人家就是 你说你也得分方法 至少应该先跟你表嫂 那天上去打个招呼啊 哎 嫂子 你在这儿呢 你问清楚吗 太多的处理方法呀 我觉得广告我表哥 其实也还好 现在我亲戚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就这事结也没法结了 他现在过来 把这个事都推到我头上 当时我俩看见的时候 我想着上去问了 是他就说 你就装没看见 你就当没看见 非要给我拉走的 对呀 没看见不就不说了吗 那他不让我问那个女生 我就得去问表哥了吗 哎呀 这个事确实处理得欠妥了 因为 是